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统治东北多年 人们都叫他是东北王 张作霖虽然是一个军阀 但他也是一个爱国的军阀 面对着小鬼子的威逼利用 他毫不退缩 还戏爽了好几次小鬼子 当时小鬼子是恨透了他 日本人一直都想要侵占我们中国东北 可是要掌控东北 就一定会和张作霖碰上 所以小鬼子就策划了黄姑屯世界 炸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死后 他的儿子张学良就势力地代替他的父亲掌管了东北军 可是张作霖明明有八个儿子 每一个都不比张学良差 为何最后掌管东北军 却是那个吃喝嫖毒 不务正业的张学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张作霖西他的儿子都是谁 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张学良 加入了国民党还是一名陆军中将 只不过在1943年的时候 却在给汪精卫办事 不过最后并没有被处罚 他一直对吃就比较感兴趣 所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三儿子张学良他是他们兄弟当中最为有才华的一个 他去过很多的国家学习 后来还在联合国工作 但他一直都不愿意回到中国来发展 一生都在外漂泊 第四子是张学斯 他是八个兄弟中唯一一个加入到我们共产党的人 后来还成为了我国的开国中将 第五子是张学森 他一直都在美国学习 后来还回到了中国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出了一份力 他和张学良的关系也是最好的 第六子叫张学逊 他也加入了国民党 还是一名翻译 后来做了一名老师 第七子是张学英 他一直在为两岸的友好相处做贡献 后来被台湾方面囚禁 第八子叫张学川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后来在天津的小学里工作 一生也没什么大的成就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 张作霖的其他儿子并不比张学良差 甚至还比他强 为何张学良却成为了继承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张学良是老大 在古代一直都有敌长子继位的传统 还有当时其他的兄弟还小 张作霖死的也很突然 最后张学良就顺理成章 接管了东北军 也就是因为他后来我们的东三省才会被鬼子轻易的占领 如果张作霖还活着的话 小鬼子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嚣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